大家好,我是Stan 庞谈所有的成员Suga从美国回国后 在PCR检测确认感染了新冠肺炎 今天,PK德在官方论坛发文表示 庞谈所有的成员Suga入境后接受了PCR检测 在居家隔离中,24号收到了确诊通知 Suga已在8月底完成了第二剂疫苗接种 目前没有特别的症状 正按照防疫当局的指示居家治疗中 因为在居家隔离中收到了确诊通知 所以与其他成员们没有任何接触 唉,希望Suga能好好休息,早日康复 也真心的希望,看影片的大家也能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下一个消息是 因多次吸食大麻被捕的P2P前成员乔义伦 12月16号,在上诉审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然后今天,乔义伦在IG上传了手写道歉文 在过去几年的调查、审判、拘留期间 我彻底的反省也重新回过了我的人生 很抱歉这么晚才向大家说对不起 我必须收到大家的指责 我能带给大家的,大家能带给我的爱与回忆 因为我错误的行为被弄脏了 对于没有出息的我感到惭愧 以后我会正直的活下去 努力不会再给任何人造成伤害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道歉文里没有狡辩什么的写得很好 希望不是为了重新付出 而是为了粉丝们写的这些内容 最近看到的道歉文中写的最好的一个 贪判绝文的话从19年开始就戒掉了 当初没开始的话会有多好呢 希望不要再给其他成员们造成困扰 安静的过日子吧 下个消息是 12月13号JTBC电台发出声明表示 目前有关蔡冠王的正义持续延续 因电视剧的特性无法一开始就公开所有内容 所以才会导致了观众们的误会 为了减轻大家的忧虑 蔡冠王将提早一天播出 从24号到26号连续三天播出的内容中 会描述北韩间谍男主在南韩出现的背景 以及不当的军事政权的正面目 剧中也会公开是安静步将北韩峻谍引进南韩的 所以本来是周六周日一周两次播放的蔡冠王 这个礼拜将会从24号开始一连播放三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剧情真的是会描述北韩间谍男主在南韩出现的背景 以及不当的军事政权的正面目的话 不就澄清了美化安静步的正面吗 这种剧情的话也不错啊 但前面内容真的会让人误会的 如果所有内容都是美化安静步 演员们会出演吗 怎么能只看前面几集就这样创作正面呢 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什么反不反转 不是说看第一集就能解开误会 到时候会不会说看到最后一集就能解开误会呢 是怕被停播所以提早播放吗 疯了 男主是间谍的话就不该选这个时代当背景 要使用这个时代当背景的话 就不该用间谍男主 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会觉得冤枉 对于电台决定 曾经往提早播放到第五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一集就能解释着 这一集就能解释了 这一集就能解释了 如果字幕开放在一起 就能解释了 这一集就能解释了 这一集就能解释了